请问大熊猫的叫声有什么含义 当你漫步在大熊猫园期的时候 一般很少听见熊猫的叫声 所以我们也认为大熊猫是一种沉默的动物 但是这是因为大熊猫平时是独机生活的 很少有熊猫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 当大熊猫在面临着不同的处境的时候 或者生理需求的时候 它也会发出很多的叫声 比如说熊猫在求偶攻或者是社群活动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很多的声音来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 这种声音是大熊猫表示不同的情绪 和行为的这种意义 大熊猫一般我们认为可以发出有十多种叫声 每一种叫声它都表达着不同的情绪 和具有不同的行为和意义 比如说鸟叫 这是一种发青期前期的一种叫声 比较高亢和胆触 它是表达它的一种嬉戏或者戏斗 还有一种是我们称之为叫捏叫 也就是像山羊的一种叫声 这种是表示一种有好高兴舒适或者求偶的这种行为 还有犬肺就像我们狗叫一样的 它是表示一种警觉或者攻击 还有嗷嗷叫就是表示这种一种防范 或者是防疫性的这个威胁 还有一种呻吟就是表示身体不舒服 感到很忧据或者是这个烦躁厌烦 比如说通过这个鼻腔发出的这种喷鼻声 这种表示一种这个进攻性的这种威胁 还有是通过我们这个呼吸发出的呼气声 这种表示一种这个比较恐惧 还有一种这个进攻性的这种威胁 还有就是我们的上下和张庆的环筒发出的这种扎嘴声 这种表示我们的这个烦躁不安 还有这种防疫性的威胁 所以熊猫的这个声音是很多种的 但是熊猫它一般不是一种单一的发出一种声音 它是以组合的这种方式发出来 不同的组合表示它这种不同的这个意义 对来说一般能不能通常 对来说一遍 我们最后能不能 reading 这种的话题